然后呢就是在高雄很有趣哦 到底谁要选 赖清德狂喊韩国瑜 他在这里一次都没有讲到侯友宜 他叫高雄人什么再拒绝一次韩国瑜 前前后讲了六次韩国瑜 肖美琴也不断在cue韩国瑜 好奇怪韩国瑜有这么可怕吗 那郭正亮就从这里面找到了一个端倪 因为绿营没有全国性的明星啊 对不对 国民党内好多 韩国瑜管中敏啊 卢秀燕啊 蒋万安啊 马英九啊 等等等一大堆 那绿营呢 谁啊 他说亮哥说靠政治基同 王毅川沈柏阳支流 在号召 吴子佳也说台南是选举的破口 除了一届之外 台南也是破口 可能是会翻盘的地方 表面上看起来支持民进党 私下有可能会有很大的意外发生 还有亮哥说 在这次选举当中 他认为卢秀燕是最聪明的助选员 因为特别帮蔡壁如去站台 因为蔡壁如跟民众党有很高的象征性 第一个获利的会是谁 颜宽恒嘛 对不对 所以呢 这个颜宽恒立刻就得到了民众党的票 这叫聪明助选法 然后呢 他说柯文哲呢 去打国民党 这股子佳说的 是红色的 亮哥认为了 柯文哲去打国民党是红色的 这个议题是大错特错 韩兵怎么看待 接下来 集中选票 当然过去这个气宝 也曾经操作过 但大家 当然会 大家会讲 气宝会气不干净 我们之前就讨论过 你怎么看待 国民党的民心群的力量 还有这个民众党的 这个民进党的 王毅川 沈柏阳 支流的一些对比 另外包括如何集中选票 让他爆炸出去 蓝军本来就有很多政治明星票 忘记现在大部分的县市 实际上是蓝军在执政 所以他本来明星就多 而且政绩都不差 对政绩都不差 评价都不错 然后大部分也都连任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 蓝军本来就可以好好利用 他自己在地方上的政治实力 蓝军本来就不差 可是这一次当然有个变数 就是柯文哲 那柯文哲他就很怕说 到时候再也明明力量 是大于执政党 可是到最后 不要因为再也自己的分裂 然后造成了民进党 又莫名其妙要继续执政 这是大家最不想看到的事情 所以韩国瑜要出来这样喊 其实理由非常简单 就是你当然要集中支持 最有希望的一个人 那这样才能够拉下来请得 那可是当然对柯文来讲 最有希望是我们阿伯 所以你当然要支持我们 所以我觉得柯文哲 最近一直去蹭韩 蹭得很不高明 你知道这种蹭法 其实让人家觉得 你到底是把韩国瑜 当做你真正的朋友 还是你只是把他 让利用了棋子 你就故意去曲解他讲的话 然后故意在那边讲说 那私底下他不是这样讲的 他要挑拨韩国瑜跟何文一样 那你这样挑拨 基本上没什么意义 为什么 我说真的 认为韩国瑜会去支持柯文哲的人 现在早就已经过去柯文哲那边 他也不会留在莱银这里 那你现在再去讲这个只是让 蓝军的支持者更生你的气而已 更讨厌柯文哲而已 我觉得柯文哲这种操作 本身是很愚蠢 这完全没有任何意义 那韩国瑜的话已经讲得非常明白了 就是要支持侯康嘛 对他来说就是这样 他自己本身是国民党员 柯文哲过一句讲说什么啊 他搞不好现在副手就是他啦 然后又说什么 他心里头是支持我了 你去扯这些东西根本没有意义 对所以柯文哲是拉到谁的选票 然后你就看到亮哥讲这个 卢秀英在这个台中的这个部分 当然颜宽恒是最大的受益者 但是感觉上啊 现在这个蔡壁如也到处在帮人家站台啊 蔡壁如好像说实话 这个当初大家希望蓝白河嘛 让这个柯文哲也来站台 但是现在呢 柯文哲既然这样做 好像蔡壁如可以完全取代他的角色 基本上蓝军都对蔡壁如是非常友善 而且就有了解蔡壁如也是南北到处跑 对他也到处站台啊 对他到处去站台 因为对蓝军的人来讲 柯文哲不能来 蔡壁如是他最亲信的副手啊 所以感觉上也没差 就不需要柯文哲啊 基本上其实本来也就是这样 因为 卢秀英为什么要去帮蔡壁如站台 蔡壁如当然有指标性 更重要的就表示 国民党是愿意帮助民众党 就是只要他利益没有冲突的情况下 国民党是愿意帮忙 那民众党的这些人也会看到嘛 所以虽然我知道民众党有一些极端的人 会讲说你国民党那些我都不投了 但是实际上国民党确实是有在帮蔡壁如 不管国民党心态是什么 但他确实有在帮他嘛 他有帮李友宜啊 也有帮一些其他的这些民众党的人啊 所以很多民众党的支持者是会看到 所以双方彼此这样最大的目的是什么 最大的目的就是国会不要让民党过半 不就是这个意思吗 所以我觉得双方的合作是OK的 卢秀英这样做 其实一方面也帮助了蔡壁如 那另外也帮助了国民党自己的小鸡 而且更重要的 我觉得他个人的声望也会提升的 我相信民众党现在很多人 对卢秀英的观感是不错的 所以这个对他未来的政治生命 也有非常大的影响 所以我觉得现在眼前的事情 就是摆在就是非常明显 也就是如果到最后 蓝白是差不多差不多 四军利的情况下 那就是拱手让给赖金德 那你希望出现这样的结局吗 所以大家自己要去看 怎么样才能够集中选票 那韩国瑜已经做出他的决定 那你的决定又是什么呢 管爷也已经做出他的决定了 然后讲管爷我本来有要上台会KK的 他讲得真好 是因为说真的他以前不是政治人物 他只是一个学术界的人士 那他突然这些曼尼亚站台 我想多少会有点紧张 甚至不太习惯那种场合 结果不是 他一开始可能稍微有点不适应 后来就越讲越顺越讲越顺 讲得非常好 而且他真情流露 因为他自己有被那个打压到 几乎要干精神科医师的这个程度 他心理压力非常大 你怎么看待 因为很简单 就是管爷本来根本不想出来 是谁把他逼出来 是赖清德把他逼出来 赖清德竟然有脸去讲那个什么 是他核准的 这这种话都讲得出来 世人我跟你讲佛也发火了 这个管爷本来根本不想管 是你硬要把他逼出来 那他因为他讲的就是他自己亲身的遭遇 他自己亲身敢遭受到民进党的迫害 所以他也不像有些人还要准备搞着啊什么 他就是信手拈来 就是把过去这几年他所受的委屈全部讲出来而已 其实就是这样 那这个是很容易让人感同身受 你要知道管爷这本大学的机梁 到现在还是畅销排行榜第一名的 听说买不到 对啊 赢缺货 这个你们时报出版社要加油了 我觉得时报出版社要赶快加印 在选前还可以再赚一波 因为很多人会看 那我必须讲 一个一个的人站出来 每一个人亲自表现出 他亲自感受到了民进党 这是最真实的 而且最能够打动民心的 我认为这一次民进党在南部 绝对不会像过去那么 这次他列解一定非常厉害 因为这次不仅只是 这经过这八年的施政 民党施政实在太糟糕了 尤其台南台南是个指标 对不对 吴子嘉就点出了台南 台南其实本来就应该是破口 你看去年黄伟哲跟谢荣介 这么接近差不多五万票 四万多票 然后呢 台南又发生88枪到现在没有解决 邱莉莉 蕙雄案到现在没解决 你光电那种重电 重的到处都是 干扰到台南居民的生活 我觉得台南一定会成为破口之一 他这一次的得票 绝对不如他们所想象的 一定会整个翻起来 更不要说这次是撒喀都 他要拿票更难 所以我认为这次是有希望 重点就是大家一定要集中 集中才有可能会获胜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您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 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 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 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 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asuk